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4月26日礼拜三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据央视新闻报道所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今天下午 应约和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住中乌关系 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中方将会派遣特别代表 前往乌克兰等国访问 就住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 第二单消息 据克总统柏维尔 在接受美国媒体Political专访当中就指出 他不能够信任 中国是想促进俄罗斯 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 因为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 获得的利益太大 所以只会想战争继续拖下去 另外 帕维尔总统在接受 这黑媒体访问的时候提到 美国、欧洲和其他民主国家之间 应该团结起来 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本来我其实预备了另一个题目来说 不过临陆之前就看到 习近平和习联斯基总统通电话 这件事一定要先说 其他议题都要让路了 留下明早再说了 其实习近平和习联斯基的这一趟通话 一早就已经有美国媒体预告了 在2月的时候 《华尔加日报》就说 习近平在访俄反国之后 就会打给习联斯基的了 谁知道一等 就等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能打得出 而且为何会在今天下午打呢? 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 中国驻法大使劳沙耶 他的那番言论所引起的激荡太大了 现在就要靠习近平 本尊亲自出马 就要转移回视线 所以今次的蝴蝶效应是很大的 不过我们看了究竟 两人在通话当中说了些什么 其实来到现在 只有央视新闻是报道这一单消息 故此更大程度上 就会反映了中方的取态和立场 至于习联斯基在这一趟通话里面说了些什么呢? 央视也有约略提述 但是更加具体的 就要留回外媒的报道了 现在我就未找到外媒有报寺的 那些我们要留下明天才再说了 我们看了央视那篇的报道是怎样说的 习近平在通话当中指出 中乌关系走过了31年的发展历程 达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 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助力 习近平赞赏习联斯基总统多次表示 重视发展中乌关系和对华的合作 感谢乌方去年为中国公民的撤离 提供了大力的协助 习近平提到 商户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 双方要着眼未来 坚持从长远角度 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 延续双方的商户尊重 和真诚相待的传统 推动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其实这一段都挺大机会 是为了卢沙野大使的失言来去撲火 因为卢沙野提到 克里米亚主权未定论 但习近平打电话过去就说 我是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那你要包起了克里米亚才是 如果不是你怎样为之领土完整 是不是 被人掠一架去 那就不叫完整 那习近平又提到 说中乌是达到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 问题就是现在你这个战略伙伴 就被中国那个 合作无上限的伙伴 一直在打 侵略他 究竟中国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来做到所谓的劝和速谈 就落到下一段了 习近平就说 乌克兰危机是复杂演变 对国际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核心立场是劝和速谈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和负责任的大国 习近平强调 中方既不会隔岸观火 也不会拱火囂有 更不会做趁机谋利的事 对话谈判就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核战争没有赢家 对待核问题 有关国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真正从自身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着眼 共同管控好危机 这一段不是跟扎林斯基说的 因为乌克兰根本在1994年以后 都已经把所有核武归还给俄罗斯 没有了 所以这一段是跟俄罗斯说的 但到底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多真诚呢 那就要时间来去检验了 反正中方究竟会做什么具体的措施 来实现到所谓的勸和速谈呢 中方就会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去到乌克兰等国访问 就着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跟各方进行深入的沟通 中方又说要向乌方提供多批的人道主义援助 愿继续提供力能所及的帮助 以上就是习近平在通话当中所说的 就是央视的报导 我们看看乌克兰斯基总统在这一趟通话里面 说了什么才去评论 乌克兰斯基总统祝贺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 赞赏中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中国将会成功应对各行的挑战 持续向前发展 就是说一些事出来吹捧一下 这些很客套的说话 然后又说乌方确守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与中方开展全面合作 开启乌中关系的新篇章 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乌克兰斯基介绍了 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又感谢中方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欢迎中方为恢复和平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发挥重要作用 我要再强调 以上这一段是央视新闻的报导 究竟乌克兰斯基总统有没有在这趟通话里面说 说到乌克兰要确守一个中国原则 这些东西 我们要看回外媒 要对照 因为这就是大陆方面的报导 其实我会认为有多少传疑 因为乌克兰斯基总统等了这一趟通话 都等了一年有多了 你想想他在这一趟通话里面 才祝贺习近平主席连任 他连任了很久了 所以很久没有谈电话 自从爆发战争以来都没有通话 所以他会不会藉着这一趟通话 去说什么东西 确守一中政策 这些东西 要看外媒 还有就是乌克兰外交部 他们所发布的新闻稿 究竟是怎样说的 因为我就不会尽信大陆的报导 我说一下对于这一趟通话有什么看法 第一 都很明显 就是卢沙野失言引发出一个蝴蝶效应 因为他一铺过就得罪了 最少就是那十四个前苏联家民共和国 再加上引起了欧美政界的广泛讨伐 于是要本尊亲自出马 迫着打电话来降温 我认为是有这个元素在 虽然这一趟通话 早就已经放在疫情当中 就算今天不打 他迟早都会打 但是既然习近平回国之后 都已经拖了好一段时间未打 那为什么会在今天打呢 相信就是跟卢沙野的失言有关 因为打了这趟通话以后 即时的作用就是转移了视线 大家会讨论这趟通话 究竟会发挥到什么作用 第二个就是 畏着外交尴尬来降温 太肉酸了 第二个就是 大陆方面 宣称要派一个特别的代表 会访乌 等其他国家访完乌之后会不会访俄呢 那就不知道了 问题就是 他到底会发挥到一个什么的实际效果出来 是不是 你访乌者 老实说 乌克兰不是说 不愿意埋桌子谈的 他愿意返回谈判桌 他愿意跟俄罗斯谈判 但是 乌克兰方面已经是说清楚他们的底线 就是说 拜托你 俄军必须是要从 乌克兰的土地上撤出 除非 你这个特别代表去到之后 你能够说服得到乌克兰 在不坚持这个原则情况下 都照样在桌子谈 那问题就是 那个 机会率有多高呢 是不是 因为 乌克兰也不是说 乌克兰也不是说 乌克兰总统一个人可以说事 他也要面对民意的压力 尤其就是在这场战争里面 这么多乌克兰的人民 是阵亡 是受伤的 他可不可以贸贸然改变这个原则呢 那若然 乌方说要坚持 麻烦你俄军撤出 才卖桌子谈 那大陆有没有一个本事 可以向俄罗斯方面施压 叫他先听着呢 但是我想 普京也不会理你了 就算大陆肯提出的时候 除非你要 有一个 有因是令到普京这样做的 他才会答应你 那你有什么有因可以提供给他呢 所以我觉得 是会卡住在这个位置 因为始终双方都争持不下 就是说俄乌双方 对于克里米亚和对于乌冬四周 各不相让的时候 那你怎样可以 逼到他们到桌子谈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就是 扎林斯基终于等到这一趟的电话了 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国会选在这个时机打电话呢 当然 卢沙也实现是一个时间点 但是同时来说 其实乌克兰已经在积极部署 甚至乎在进行这个春季大反攻 不单是说在巴克木特的城镇里面 甚至乎我今天看到消息就说 乌军已经成功在帝列百合建立到一个据点 是有进展的 而在这个大反攻里面 俄方是处于劣势的 乌方是占了上风的 这个很明显的了 现在大反攻了 大陆又说派代表跟你谈 大家和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乌克兰方面 他也要谨慎的 究竟是否用时间换取空间 是否拖字缺 当然这些事情就要看外媒了 究竟泽连斯基总统的具体反应是怎样 但是我相信他也不会对中国的态度过于强硬 因为任何一个可以促成和平的机会 他基本上都不会放过 我会理解他的心态 因为始终每天都在死人的时候 他一定是很想尽快可以达成和平 问题就是有什么渠道的方法 而中国的滑船是否一个好的办法 或者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呢 他要思考这件事情 第四点就是 现在双方中乌通了电话 究竟普京会怎样想呢 他会不会感到俄罗斯被中国出卖了呢 或者甚至乎是更进一步 俄罗斯会不会被中国出卖呢 虽然我会认为这个机会率是低一点 但是不是完全零的 因为你看到两个国家是缺乏互信基础 很明显在不同的事件上 都是没有互信的 要不然就不需要不断强调 说合作无上限 不是盟友更性盟友 你不需要说这些东西 有时候是大家心领神会 有个默契在那里 那又不用说呢? 你不见美国周围跟别人说这些东西 这些什么合作无上限之旅的说辞 在中共刚刚见证的时候 跟苏联都说不少 只不过当时不是 exactly 用回这些词汇而已 当时有海报啊 有文宣啊 全部都印出来的 我想大家都会有些印象 那时候又说到 哇!苏联挺好的老大哥一样 后来又不断秉择人家 又说是修正主义 反面 所以会不会直接出卖俄罗斯呢? 当然我认为机会是低的 因为始终中国在目前国际社会里 愿意跟他埋队的国家 也不是很多 如果他还去卖俄罗斯的时候 他还跟谁合作呢? 所以大陆会出卖俄罗斯的机会 也会比较低的 从历史上来看 其实中国还没试过出卖俄罗斯 每次都是俄罗斯出卖中国而已 中国就被沙俄、苏俄、俄国找老趁 但是 普京对于这一趟通话怎么想呢? 他心里面一定会有条刺 好了 接下来我们又看看另外一宗消息 就是紫克总统柏维尔 接受了美国媒体Political的专访 他对华的态度是极之强硬的 帕维尔总统在专访当中 毫不含糊地表达出一个信息 他说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所想到的 就只是 怎样才对中国自己最好 在目前来看 帕维尔总统就判断了 中国是想这个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的 因为他认为拖延这个现状是符合中国的利益 因为这样做是能够促使俄罗斯做一些让步 中国就能够从俄罗斯那边 获取到更多的石油 天然气 和其他的资源 以交换和莫斯科之间的所谓无上限关系 西方国家就可能会因为俄乌战争的拖延 而变得更弱 这点对于中国来说 都是好事来的 他说在军事战备上的一些损耗 想借着这一场战争 既拖约俄罗斯 又拖约其他西方国家 这就是帕维尔总统的想法 报道说 近期中国试图展现出和平剃造者的姿态 又提出了一份相当模糊的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路线图 儘管大多数西方盟国 对于中国滑船俄乌和平是传疑的 但好像法国等一些国家 坚持中国可以对俄乌 双方的和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曾经担任北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帕维尔总统就判断了 他不认为中国真的很有兴趣 在短时间内解决俄乌战争 他判断了 中国正正想利用这场战争 来吸取教训 中国密切地注意俄罗斯在做什么 而西方民主国家又如何回应 对于帕维尔总统的这番言论 俄罗斯方面很快作出反击了 在大陆作出反击之前 俄罗斯做打手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到 帕维尔总统作为一名政治人物 发表这一类言论是不正常的 这种言论和一个正常政治人物的工作 毫不相关 但是 人家的判断是针对中国来批评的 关于俄罗斯的关系 到底大陆的看法是怎样呢? 未曾说 我想明天就会反驳 反正来说 人家就说不信 你说要去做和平制造者 人家不信 人家觉得你根本是在放水给俄罗斯 好了,我们再看看究竟帕维尔总统 他在接受 指黑本地媒体访问的时候 究竟是怎样说的 帕维尔总统说了 关于欧盟、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他告诉媒体 我们不应该在欧洲、北美 和其他民主国家之间 再去画定任何分界线 而是应该尋求共同的方法 帮助我们在应对中国的经济、政治 和金融实力上 形成足够的平衡 他间接提述到法国总统 马克龙的所谓气台论 马克龙说 台湾的事 欧洲最好不要卷进去 事不关己、技不劳心 帕维尔总统说 这么多成员国 有不同观点都是正常的 但是他仍然相信 民主国家是应该尝试 去改变的游戏规则 而不是接受中国正在推动的规则 帕维尔总统就强调 单靠欧盟 并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甚至乎美国也未必能够长期单独做到这一点 故此 对于创造一个足够的经济、政治 以及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甚至乎在军事上抗衡中国的方法 就是共同努力 即是他呼吁 欧盟、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 即是日本、韩国、澳洲之类 要团结才是出路 你这样才有办法应对中国 大家看看 帕维尔总统在不同的访问当中 他放了很大的着重点在中国 相反地俄罗斯没有着墨太多 很明显你看到他排名的顺序 究竟在他心目中哪一个国家 对于欧洲来说的威胁更大呢? 他看得出不是俄罗斯这么简单 俄罗斯当然只有乌克兰 但有乌克兰作为援冲 可以损耗到俄罗斯的实力 其实损耗了很多 钢铁红楼 全世界陆军排名第二 不过意义 什么闪电战三日攻陷 几乎全部做不到 在一年过后 按照帕维尔总统的判断 他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 成为了对欧洲最大的威胁 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口 但是从他字里行间 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 因为他往往提述 中国的蝙蝠比起俄罗斯更多 帕维尔总统最后就说 只有通过 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 并且联合起来 我们才能够创造到一支 让中国尊重的力量 其实他这个说法 就跟美国方面所提述的 是差不多的 美国就说 你搞什么都没用了 你要威胁得到大陆 令到他不敢来 去发动武统台湾 那就有效了 其实捷克一样 他现在就说 你只有通过大团结联合起来 才有足够的力量 使得中国尊重你 尊重你 你只是威胁他 你够大的时候 他就不敢动你了 帕维尔总统在当选很久 就已经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了 他又认为 着实是有必要 跟印太的不同大国合作 包括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 就是西方民主国家阵营的大团结 大联合 他这条路线 我相信在欧洲最终都会跑出的 因为马克龙那些是不合时宜的 如果还处于混沌状态的时候 即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你还可以有这些幻想 其实美国当初就有这些幻想 是吧? 捧起中国经济以后 他慢慢民主化 他正在发梦 结果这些事全部都没有发生 马克龙如果在1980年的时候 提出你现在的主张 其实可能很多人不出奇 但是你经过这四十年以后 你还没看清楚 即是是盲模 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是不团结一致的 你还说要搞一个第三极出来的 还说要跟美国保持距离 那你有一盘散沙一盘散沙 那一盘散沙就仆值了 那就可以逐个解决了 其实现在不单止是说 捷克会有这个想法 你看看韩国总统尹锡月 他也是在寻求加强美韩同盟的 他也会有这些想法 因为他真的感受到威胁了 其实现在的民主国家 他都要选边站 他就要靠近去美国那边 因为他没得选择了 万一台湾真的失手的时候 很快就轮到不同国家了 如果还是说有三极 到最后只有一极 就叫衰到极 故此 纵然在欧洲政界里面 马克龙也会有他知心有 但是他的主张 应该不会占得上风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